你好,我是阿包,我是一個本地的創作人 主要是做壁畫和插畫 我其實很小時候開始畫畫 然後去到中學時就喜歡看漫畫 看漫畫就去興趣班學畫漫畫 然後自己又試畫同仁字 出書拿去賣 以前的畫風仍然在影響 始終是畫漫畫開始 所以現在還有日系漫畫風的影子 直到幾年前 偶然去意大利旅行時 認識了當地玩漫畫的朋友 他們就說 反正你都畫東西 不如你也試試畫牆 他們就帶了我去畫牆 就開始畫壁畫 第一幅壁畫是在意大利的一個藝術展 他們就是有我朋友在米蘭的很小的村子 就和那邊的館長間公室結了一個場地 其實是一個火車站 Ela是一個不知道火車站 他就找了大概50個 加裝畫畫的藝術展 我就是唯一一個不是畫加裝的人 還有我是唯一一個 不用噴漆的人 那次是我第一次真的把東西畫上牆 唯一一個女生 唯一一個拿著手指描在這裏 尿工仔的人 更好的是她說 第一次畫牆 我們應該給你一個最美的位置 給了一個差不多在整個場地中心的一幅 對我來說都很大 當時好像都五六米那麼長 但很矮身的長 很害怕但都完成了 那幅是真真正正人生的第一幅牆 其實是在意大利米蘭的小鎮 其實在意大利還畫了幾幅牆 回到香港後都想找一份全職 像以前那樣做設計 輾轉見工見了幾份 是很偶然去見一份設計工的時候 剛好進入我的管理員 剛好她也是一個畫Golfity的人 剛好見到我的計劃 就說你有畫牆 為何你不嘗試在香港用這些東西來維生呢 當時我也覺得 不可能在香港畫牆維生 說笑嗎 但她就很好 她就介紹了我去 她就說 因為剛好她認識一些在香港 做壁畫方面 HK Walls那些人 她就介紹了我去一個 在天台的活動 她就說你去看看吧 我順便介紹一些人給你認識 她又很好地 當我在活動 她又去問主辦人 她是畫牆的 她就找了一幅很細小的牆給我畫 做了我在香港第一幅的壁畫 在我畫了HK Walls之後 我沒有記憶 我就去 適合一個比賽 她是那些現場 兩個藝人互鬥的畫幅 畫幅大的畫 那時候其實我是 我很後期才發現自己有焦慮症 那時候其實也焦慮症得很嚴重 所以當我上台畫的時候 其實我是個人很害怕 我是害怕到震震到全身都震震 加上牙膠也在震震 但我相信那裡沒有什麼人發現 但我是很害怕 但我覺得自己要面對這件事 我覺得因為我喜歡畫畫 我就覺得如果我不面對這件事 我沒有可能實現 沒有可能做到自己真的想做那件事 靠畫畫去維生 或者之後我想再去畫其他東西 去其他地方畫東西 我覺得如果我這一關過不了的話 我接下來不會做到什麼 所以雖然很害怕 雖然比賽前我也有想過 不如放棄吧回家吧 但我也覺得應該整眼上 應該去面對它 三場比賽我都震得非常厲害 震到一個極點 害怕到完全想不到事情 只要焦慮在畫畫上 我要畫完它 完結後都幸運地獲得冠軍 在比賽之後做了一些訪問 我記得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訪問 他跟我做面對的那個記者 他很好地給我一個名字 我就是不知道什麼 Hong Kong Street Queen of Hong Kong Street 但我其實不太受得起 到現在都覺得有點尷尬 但他很好地幫我出了這個文章 他又寫了很多東西 在這個文章之後 突然間多了很多人知道我的東西 還有一些品牌開始找我合作 那段時間之後 基本上都是客人會找我工作 真的靠畫畫維生到現在 那次的福祥是一個Street Art Festival 是我第一次去外國的Street Art Festival 之前都是去台灣 即近一點 但那次我記得是自己 發電郵去上網見 我發電郵去 發電郵過去 我就說我也想在你那邊畫牆 他就拿了我的意思 但我最記得最好笑的是 之前一兩個月就收到他的電話 他好像電話打來的 我起初以為是那些騙案 我很記得 打來說 什麼 來電顯示是澳洲 然後我 我本來打算不接 我覺得澳洲很奇怪 我打算不接 但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刻就聽了 正常我不聽 那一刻就聽了 那一開始他電話很小聲 我都不聽得很清楚 說了一段時間 我就問他 那是怎樣 他就說 我們收到你的應用程式了 我們想邀請你來Brisbane畫幅場 我說 好啊 他們非常好 因為他們提供了機票 住宿 有藝術費 然後有些瓶貼 然後有些瓶貼 那些 那些 他就 幫我弄完這些東西 之後就飛了過去 然後畫了 最好笑的是 因為他給我的腹牆 其實是在二樓 對 二三樓 所以是需要去 握那些升降台 因為在澳洲 如果你要握升降台上落 你是需要考牌 他就特地安排了我幾天之前 去考了升降台的牌 我一落機 凌晨 早上七點鐘 我已經去上課 然後 上了成日課 第二天 就去考了一個牌 連著握升降台的技師 就考了一個臨時牌 去畫了第一幅牆 中間還有很多蝦的東西 但就散落了 那次就是第一次畫外國的Stria Festival 在Brisbane之後 同年 其實我去了英國的Brisbane 畫了另一個Festival 其實也是我自己 膽粗粗的apply的Festival 但其實當時我apply完之後 他發電郵給我的時候 我有考慮過去不去的 因為這個Festival有些不同 他就要自費 自己給機票住宿 然後去那邊畫 但是 我其實覺得 出錢自費不是一個問題 但他去到只可以畫 我就會覺得有點快 如果你說你給我一副場 我也會想想 正當我在考慮 要不要跟他說我不去的時候 他就發了一個電郵給我 他說 因為我們今年跟Simpsons合作 他就說 我們又把你的計劃 丟了過去 給Simpsons那邊 給Magrini選 他就選了我 其中一個 Featured Artist 是幫他們畫 一個Simpsons主題的場 他就跟我說 有兩幅場給我畫 還有 會有藝術費給我 同時 就是我畫的 那個Squatch 他會用來做Print 還有做T-shirt 賣了那些錢 又會給我 然後 蓋上那個 雷費 其實錢都是其次 他後來跟我說 有一幅場 我當然要去 那我去 很幸運 因為他的Festival 是非常之大型 真的非常非常大型 是我去過這麼多地方最大型的一個Squatch 因為他的範圍首先很大 他在Brisbane的南部 基本上他隔了很多條街 可能等於一個旺角的地方 你會看到一個週末 可能店舖大部分的店舖都關門 除了餐廳那些 大部分店舖都關門 那些閘門都是給藝術費 然後中間會有很多場 還有幾個位 可能是公園 就會有些panel給藝術費 只是藝術費已經說 有幾百個來自不同國家地方的藝術費 再加上很多人流去看 甚至很多人會特意去看這個Festival 所以是一個很大型的Festival 我當時畫 因為那個是Fature War 其中一幅 就是我畫的時候 我都覺得自己好像有少少做我明星 因為是很多人圍觀 很多小朋友衝過來說 我想拿簽名 我還想畫少少東西給我 那些 就是因為人流那麼多 又很幸運 他的印刷和T-shirt 都賣得很好 結果就是 我賺了不止 雷費也回了一半 然後額外 其實Bonus又賺了一些錢 其實到今時今日 我還偶爾會收一些印刷的錢 所以整個經驗是好像很… 我覺得很幸運 我那一刻都是想自己 試試有沒有機會去畫一下 因為很想去其他不同地方畫 又很幸運 又很幸運 他們給了這個機會 所以那也是其中一個非常難忘的經驗 採雲這個項目其實是很偶然 有一天收到一個電郵 就說 我們對你的藝術很有興趣 還有我們有幅大廈的外廠想找你畫 其實就是整個我覺得 我畫了很多國外的大廠 但有些遺憾就是因為在香港 我真的沒有那麼大幅的室外廠 室外廠做不少 但室外那麼大幅真的沒有 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就收到一個這樣的電郵 他們就說 我們這邊有個學校的建築 前身是… 不是前身是學校 它是例行會那邊的新的會址 它就把學校改建了做他們的中心 他就找我去畫兩幅 都真的挺大 因為它是學校 它是學校來的 所以它都說六七層樓高 有一面是完全沒有窗 六七層樓高 我想十多米 另外一幅就是… 你記得學校通常會有很多窗 然後有些冷氣 就是一幅… 有三十幾位 三十幾位 不太記得了 另一幅這樣的場 就畫了兩幅 做了我香港人生之中… 不是香港 是我人生之中最大的一幅場 當然我自己一個不會處理到 所以我找了另外兩個朋友來幫我 去完成這件事 另外兩個都是做藝術的朋友 又因為地勢的關係 因為它是在一個… 它不是在平地的地方 所以是不會有可能擺到那些 升降台之類的東西 所以是一定要用竹棚去上 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爬竹棚 那… 那… 一開始我都以為自己做不到的 因為我本身體力那些 真的… 差一點 但又… 都… 都頂到了 叫做 爬上爬下 這樣去完成了兩幅畫 這樣 還有第一次真的體驗不到 師傅又究竟有多辛苦 即地盤師傅究竟有多辛苦 那一幅是暫時做過最大的場 還有都滿意的 即效果出來自己都喜歡的 這幾年其實我自問自己很幸運 即是我覺得… 現在看回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即是我是一個很適當的時間 對的時間去做了一件自己… 即是做了一件對的事 即是自己一直都很喜歡畫東西 即是真的很喜歡畫東西 即是一路畫一路畫一路畫一路吵 那… 那… 當然我以前 即是在我未全職畫東西之前 其實我都是做全職的 那我都會想 為何我做不到一個可以靠畫畫找維生的人 即是自己都會糾結了很久 那… 當我放棄了本身很穩定的生活 很穩定的工作 真是去走出這一步去試一些自己完全未試的事 你不會知道那個結果是怎樣 不會知道接下來的那條路是怎樣 那我那一刻其實本著就是想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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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畫畫可以圍到生 之後又可以... 可以再交租 可以收到Studio 或者… 即是 форм數字 或者… 即是… 沒有預期到的東西 我從頭到尾都是很簡單 我唯一希望是可以靠畫畫去維生 做自己喜歡的事 但當然你問我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你做藝術的不應該跟錢有差勁 但你在地球上的生活 就不可能跟錢分割 除非你家裡沒有負擔 當然可以 但我覺得在想理想或追夢的同事 都要考慮現實 要搞得到現實 搞得到自己 才可以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 這部分我會贊自己一點 就是我做到這件事 我會決定所有現實上的問題 再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是很辛苦的過程 過程很難捱 因為你很想去做自己做的事 但現實上會限制你做不到 或者可能會令你覺得很想放棄 這些位置是一個掙扎 但最後留得低的人 就是可以做到的人 我覺得這個可以想想 我堅持的事 不是說你重視 我覺得平衡很重要 應該這樣說 平衡很重要 你不可以只重視自己喜歡做的事 但同時你要去想想 究竟怎樣可以令你喜歡做的事 變得現實 是可以持續到去做這件事 而不可以只空想說 我喜歡畫東西就可以了 我甚麼都不想 我自己喜歡畫東西 當然這個心態是非常好 其實是一個好的出發點 但之後你要想想 怎樣去令這件事持續下去 其實是要考慮多一重 我自己的情況 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我在做藝術之前 其實有一段時間是做全面 所以我也接觸過所謂現實的社會 是有多殘忍 但也學了很多東西 我不會後悔我那六七年 做了設計 做辦公室 很悶 超級萬六 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但我不後悔 我覺得那段經歷也能幫到現在的我 所以我覺得要做一個好的平衡 你隨便偏向左邊 都是很難去維持下去 就是那個人 那的我 嘿 qualified 會不會後悔 被 attorney 是